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深層的打納狐狸 甚麼叫深層打納狐狸呢 站在我旁邊有個專家 她叫阿威 大家好 阿威,今天和我們分享甚麼 今天分享深層打納 其實深層打納有五個工序 我當然知道 第一個是洗車、清洗車身 清洗車身也很重要 是用高壓的水槍或洗車機 充洗車身,令車更乾淨 然後就是泥膠 聽過泥膠是甚麼? 泥膠 準備好了,很普通 平時小朋友玩,可能很普通 為甚麼要用泥膠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車身在公路上有很多泊油 即是立青露 立青露、泊油 其實是黏在車身上 如果這樣抹,車身會更加快 就是靠泥膠,不是玩的 紙出來 真的很有用 第三個工序 剛才我提到的是深層打納 是 我用了這個操納 是 選用甚麼操納呢 其實3M是一種新世代的七面處理 是 你平時洗車是否用毛巾用水擦 毛巾、水、鹼等 對,沒錯 其實不知不覺 車身裏用不正確的毛巾的洗車方法 令車身有很多蜘蛛紋 像這樣 這叫蜘蛛紋 蜘蛛紋 對,蜘蛛紋 我們要用粗納來建造 粗納配合機和毛頭 即是打磨機 打磨機,沒錯 要靠打磨機才能建造蜘蛛紋 是否這些毛巾 會否容易令車身的七柔花 沒錯,這些物料是一些纖維物料 這些物料是專門給車身 抹的時候 當然你不可以很大力地抹下去 對,對 抹的時候 其實一樣可以保護車身裏 就不會那麼容易抹 但看起來真的有很普通的毛巾 不普通的,你洗手掌手 它有一點像刀刺一樣 對,第四個工具 因為我們粗納過完之後 你看到粗納要很小心 你看到我們 我們會貼了一些保護 是 知不知道為何要貼了保護 因為這些位置 如果落粗納的車機 進去車時 會很容易車爛一些膠的東西 好了,粗納完之後 我們就剛才說了 第四個工具是怎樣 就是拋光 拋光 因為我們粗納磨完之後 在車身的表面 是比較白色一點 我會用一些拋光納 令車身更加光澤 最重要的工具是用一些免纜 去練兩輛車的保護層 坊間有很多叫水晶纜 其實有一隻叫做游艇纜 游艇纜 游艇纜 即是船的游艇纜 對,即是船纜 為甚麼呢 船長期都有海 它經常都要有些鹽份 有些長期暴露陽安底下 有些落雨的雨孫 其實雨孫是更加厲害的 雨孫是更加厲害的 其實我用船纜之後 其實它的耐持久性會高很多 比一般的纜高很多 所以我們會選擇的是一些船纜 船纜 對,我們特意把頭蓋分為兩邊 讓大家知道 做了粗納和不做粗納的分別在哪裏